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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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位千千 端午節過了 不知道大家這次端午節 肉粽總共吃了幾顆呢 是不是肉粽吃著吃著 就覺得有一點點膩 但是看著冷凍庫裡面 滿滿的肉粽究竟該怎麼辦才好呢 我們今天呢 在網路上查了非常多的食譜 我們來挑戰看看 肉粽多吃 一粽多吃 多粽多吃 到底這些肉粽除了 拆開中葉的吃法之外 還有什麼吃法可以讓它 金上加金呢 我們就一起來煮煮看吧 然後第一樣呢 我們要來把肉粽煮成粥 是不是覺得很神奇 我覺得完全是一個都市傳說 究竟肉粽煮成粥的味道會是怎麼樣 然後呢 首先我們就先來切菜 我們一定想要怎麼從下面上來 煎半粿要南部粽嘛 然後我一直以為冰箱剩下的是南部粽 我剛剛要拍正準備打開它的手才發現 南部粽被我吃完了 所以我推的是北部粽 哇 真的是尷尬 到底為什麼我會把粽子吃掉呢 沖好了 反正看你們自己喜不喜歡紅蘿蔔 喜歡就丟 不喜歡就不要丟 這是什麼廢話 OK 這樣好了 紅蘿蔔 這個有先摧鬼啊 兩顆肉粽 四分之一杯的米 都下去 一、二、三 那我們家呢 沒有烹大師 所以應該是有什麼就放什麼 所以我就決定放這個康寶的 烹大師一小吃 一小吃是多小吃 好 一小吃 然後呢 放一些蘿蔔下去 稍微壓一下它了 我怕米飯沒有辦法軟掉 哇 看起來挺成功的耶 我覺得 這裡還有那個肉粽的那個蛋黃 攪拌均勻 少一點點白胡椒 太多了 我媽的 然後放一些蔥花 這邊再放一個M3 就看個人敢不敢吃 這超級不像肉粽耶 完成了 肉粽做的粥 看起來是不是挺厲害的 它現在看起來很像一般 真的是自己家裡面煮出來的粥耶 不知道吃起來的味道是怎麼樣 我們來吃吃看 你看肉粽裡面會有的餡料 鹹蛋黃 然後油蔥 跟這裡還有一塊肥肉 吃看看… 是好吃的耶 真的再來一點 準值的香味就更棒了 就會有阿嬤的味道 阿嬤的味道到底是什麼味道 肉粽裡面的栗子就這麼出現了 好燙 蘿蔔算是沒有很加吧 我被理得啊 太近 好燙 吃完了 如果你很在意口感的話 它的邊邊角角其實會有一點顆粒感 但它整理吃起來其實還是粥 我覺得味道上我覺得OK 但是我會建議大家如果自己在家裡煮的話 加個筍子或是加個香菇什麼之類的 然後最後放個芹菜 我覺得那個甜味會比較出來 不然我現在單吃我會覺得它味道 要稍微有一點點蛋 就是你調味可以再動手給它放下去 然後不用怕 這個我算是給過 接下來我們來下一樣 肉粽實測 下一吃 我覺得它整個食譜的感覺超級 像我之前在北港吃的那個煎碗粿 我想說煎起來感覺味道應該也會很像 它說先把這個切成片狀 片狀的話應該是長怎樣耶 已經鬆掉了 所以大家退冰不用退得太完整 欸 這個是要怎樣片狀 你告訴我 這個已經變得換神殺耶 好 等一下喔 我們不要緊張 我們先放輕鬆 好 我們來切片狀看看 冷凍狀態下切片狀比較好切耶 我覺得有機會成功 好 這個我覺得比較成功 完成 先來打蛋 OK 幹什麼 機器卡沒有空間 到底是想幹什麼 這個先拿起來 碎掉了… 煎肉粽 到底是想幹什麼 我們要來開始煎我們的半粿 放下去 先稍微攪拌一下 然後跟它兩面恰巧 所以大家切片狀 就盡量切片一點 不要像我一樣 我的片狀真的很三角形這樣 超級不片狀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有時候 就是今天不順利的時候就會覺得 需要訂個外送 所以我要來點飲料喝了 OK 我喜歡的店已經關了 那我們還是先專心的來煎它 差不多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蛋給它淋下去 現在看起來就挺漂亮的 有感受到我現在想幹嘛嗎 我現在想要翻它 來喔 接下來呢 先淋上醬油膏 再來呢淋上辣醬 最後再放上一些些香菜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看起來挺不錯的 好了 完成我們的用煎的肉掌 我覺得煎肉掌整個看起來很像煎碗粿 但是我的蛋好像看起來又有點太熟了 我覺得大家可以吃吃看這種方式 比直接吃肉掌還好吃耶 因為它兩邊那個糯米煎得有點恰恰 這樣吃感覺有沒有跟大家離比較近 好像放一些蘿蔔糕下去喔 就真的變成北港的那個煎碗粿 吃完了這個 這個是肉粽用煎的 然後有點像是北港那種煎碗粿的形式 我覺得這個形式我覺得還滿好吃的耶 但是我跟大家說大家在切那個肉掌的時候 它的薄片你一定要切得夠薄 因為你知道在煎的時候它才能夠 咬得到的都有那種鍋巴的感覺 如果你像我一樣很厚你就會咬下去 有鍋巴然後立刻裡面就是鬆鬆軟軟的這樣 我就覺得有點可惜 但是我覺得整體吃起來比我想說好吃 我就比剛剛那個粥好耶 接下來這個呢是把粽子包起來 我拿出我們的餛飩皮 其實我滿喜歡吃 這個粽子呢它有特別講 就是完全的冷藏退冰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先把它打開 接下來呢我們就是要把它搗爛 不知道要怎麼搗爛 這個算是偏單搗 稍微微波一下 微波就是萬能 三百年這邊一起拿出來 倒出外婆椒 倒出外婆椒 好 感覺滿碎的 再微波一下 它現在應該滿碎的了吧 好 可以很碎 大概是這個程度就可以了 讓它很碎 接下來呢我們就是要來做餛飩 要把它包起來啦 做餛飩是什麼意思 這個餛飩餅怎麼這麼小一個啊 然後要沾點水 沾濕 沾濕 我不確定它應該要長這樣 好 大概是這樣 怎麼辦 我不知道餛飩餅 我包起來應該要是正方形的啊 為什麼我包起來是長這樣 怎麼辦 每一顆長相都長得不太一樣 這是水餃吧 這樣包起來 好 我知道了 這樣就變成一個正方形 原來是這樣 有點信箱的感覺 這個就是示範圖片出現的樣子 這樣才是對的 但我料就是不能放太多 好 那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會了 唉唷 我現在包到第五個之後 我知道怎麼包了 哇 你看 太漂亮了吧 然後我把頭就給你到旁邊 去的時候可以看到餛飩店 哪裡來的想法 會不會太快 拍著拍著 不知道為什麼就覺得自己好像 挺厲害的這樣 好 完成了 就是看起來挺漂亮的 雖然每一顆各有它不一樣的 特別的長相 不要太激動 鏡頭每次吧 鏡頭每次 差不多之後就可以幫它翻面 兩邊要煎得黃黃的 這個差不多了 像這樣子 煎到一點 兩邊變成黃色就可以了 真的太黑了 完成了 上菜 感覺滿成功的耶 哇 整個煙霧密滿耶 這個空間 我覺得這邊賣相很好 這邊是我還不知道怎麼包的時候 它可能長得稍微有那麼一點點差 我們來吃看它的味道究竟是怎麼樣 不過我覺得現在目測看起來的樣子啊 其實還滿漂亮的耶 不覺得炸物看起來就是特別的療癒嗎 都酥酥脆脆 這個看起來最漂亮 我們先來咬一口看看 剛好這個裡面是有包肉的 還不錯耶 我覺得它是今天的第一名 我總覺得肉粽還是得沾中去 大家覺得咧 我們肉粽通常都配成這樣 沾一下 我覺得這個是今天最成功的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種蛋餅的感覺 這個是有煎蛋黃的 水餃的形狀 有跟大家說 裡面那個肉粽不要放太多 像這樣子補裹的我覺得是最剛好的 因為吃起來最香 可是肉粽做出來的分量比想要那麼多耶 這長滿可愛的 很像一頭牛 嘴巴痠了 對姐姐要不要急 故隆無機 最後一個是流酥脆的剛剛好 吃完了我們這一次的肉粽多吃 一粽多吃 粽粽百吃 也沒有了其實才三次而已 我覺得三個吃起來我比較喜歡用餛飩米包起來炸 然後老實說肉粽加餛飩米就是 基本上就是一個熱量炸蛋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吃吃看 然後我覺得肉粽加蛋的那個味道也還不錯 我覺得真的有點像煎碗粿的感覺 只是我覺得它的那個醬料啊 大家要稍微挑一下 因為我覺得我放的那個辣醬我覺得沒有很搭 蛤 怎麼辦我有點糾結耶 其實加蛋的那個我也滿喜歡 然後這種吃到我也不錯 然後變成粥的那個我比較還好一點 反正這三種大家有興趣可以試試看 然後如果你們家也有一些比較特殊的肉粽吃法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 欸不要跟我說你們特殊的吃法 吃法就是把它打開吧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我們的重重做吃 端午節正式的告一段落 明年再見了 端午節 拜拜 又快沒電了 我剛剛在想說奇怪為什麼沒有秒數在跳 結果我沒有按拍